大家好,又來到我們大貓瘦身學堂了 我們眨眼已經去到第九集了 似乎我們真是肉霸不能 大貓大師越講越多空投資票開來了 作為一個大師,他當然是要對演 說實話,提提大家 大貓大師和阿焦財貓是有一個健康評估的 原價是七八八九元 如果你是相聚的會員,就是九十九元 大概是三十分鐘至四十五分鐘 如果大家不是會員,那怎樣呢? 不是會員,就跟Apple說 這個六九九八三七九一,我們另外安排 好了,就講到這裏,大貓大師 今集已經去到第九集了,你有甚麼要教我們呢? 聽起來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先Hi 先介紹一下太座,我是大貓大師 所以要生活好,一定要先招呼老婆好 哈哈哈哈 是啊,這個對的 好,我們生活好多智慧,我們有很多常識 我們都要學的 現代人呢,資訊容易 但是有很多時候,我們經常只顧著看那些 甚麼韓劇,錄劇,看看那些 很多東西,我們很少留意生活 怎樣令自己更加好的 所以有很多節目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就好像Astah的心靈分享 是啊,我好朋友 是啊,今天我們又談談健康上面的事情 第一件事呢,上個禮拜我們就談談 社會是變了以前傳染病比較重要的 所以那些天花白喉,傷寒那些東西 但是現在已經很少很少了 所以大家連名字都不記得是甚麼來的 腳起病,大家都沒有聽過 這些都是以前上一代的東西來的 真是不知道,腳起病是甚麼來的 腳起病呢,就是剛剛說了這些 其實就是由於食物這件事 原來對健康很有影響的 那時候就開始突然間出了一些加工廠 將那些米去磨掉浸皮去 本來是糙米嘛,有浸衣 接著裡面才是白米 他將它磨掉 那些人就會覺得很漂亮 又精緻又漂亮又容易處理 因為如果你有糊 叫甚麼 糙米是很容易會生菊牛的 以前是有菊牛的 現在大家可能沒見過這件事 有些人沒見過,以前一洗米 因為一下水就要一堆東西浮出來 很有趣的 那它磨了它浸皮之後就沒有了營養 所以谷牛是生存不到 所以白米是很容易儲存的 也都不容易變壞了 但是問題來了 白米就除了糖之外 基本上沒有甚麼的 那時候發覺那些人不斷吃白米 吃白米呢 社會突然間出現了很多事情 有些奇怪的 腳是爛的,腫的 所以那時候叫做腳氣病 找不到原因,以為是傳染病 這件事其實又帶出一件事 醫學上一直認為這是傳染病 所以經常找個源頭 但是有些營養學的人 就已經提出他們欠了維他命B B6還是B1 我忘記了 是引起這件事的 但是那段時間也有些爭執 那段時間比較是醫學抬頭 他們決定是傳染病 所以就不肯去改變這件事 所以見那些人越爛越厲害 怎樣用甚麼藥都可以幫到他 終於開始試試用維他命B 這件事一加進去之後 三幾個星期所有的東西 都全部徵狀消失 所以這件事將來有機會 我們會講下這個 有一個題目 我看過這本書 如果有醫務人員 就不好意思 我們不是特地去談人 不過這本書是這麼寫的 名字叫做別讓不懂營養學的醫務人員 影響你 我們將來談這個題目 原來營養很有趣 所以當它解決了這件事之後 情況就解決了 原來我們在飲食上面 真的變了很多 很多食物都解決了 我們現在為了方便儲存 為了大陸生產 所有東西都變了 所以就出現了都市病了 正如上一堂 周昨天提過的蛋 其實蛋都很有營養性 不過其實也不要太認為 蛋一天吃幾十隻 其實因為現在的蛋 和以前的蛋很不同 以前雞一天生一次蛋 雞可以一天生三次 因為它混在籠裡不讓它動 然後只是開燈開燈 因為它以為是光天黑 那就生一次蛋 雞蛋已經不是那些質素 所以我們吃的食物 營養水平低了很多 結果導致了什麼呢 現在就沒有了那些 以前很嚴重的傳染病 就出了什麼呢 都市病了 其中一件事很常見的 就是什麼呢 心血管問題 肥胖也是當然一樣 糖尿病也是 上次幾集我們跟大家講過 跟著呢 我們現在就 開始談談心血管問題 剛剛我突然想起 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叫什麼 一百傘三醜 一瘦就解穿愁 一瘦解穿愁 所以我們就經常掛著什麼呢 瘦就愁 其實你會發現 上次有個朋友來講 其實你的大貓瘦身樂糖 應該改名做什麼呢 大貓養生學糖 很多東西都不只是肥胖那麼簡單 咦 是啊 不過養生這個字 OK啊 這個字不好聽的 人們一聽到養生就走了 因為他們只講這個肥瘦的這件事 因為養生好像是那些阿伯 沒有人家那些 都不是的 現在那些明星啊明毛啊 那些人都很早已經開始養生的了 是啊 所以通常這句 其實我發現 Aster心靈分享的 來的會員很有趣的 其實他們的心靈水準都高的 那有一個學員就講了一句話 四百多集 當然是高的了 不是啊 她講了一件事 這個女士啊 現在她可能在這裡聽著 我讚她 因為她那次這樣講 她說我覺得那些同學來到都很開心 大家都喜歡心靈 她說當然了 如果聽Aster的題目 唐的人呢 為什麼會追求心靈呢 她應該解決了她的基本生活需要 哈哈哈哈 真的對啊 她真的講得很好啊 那也對啊又講得對 是啊 如果你三餐都搞不定 你搞什麼心靈呢 是啊 她說應該都過了那一關的了 我又沒這麼想過 所以生活水平比較好些的 所以就追求心靈 這個女生呢 不大年紀的 很年輕很小的女生 我講完之後 我都覺得 哦 智慧大開 那就是啊 你一般人呢 你不會去打坐啊 為什麼現在的人會去打坐 就是因為你衣食風俗 又開始多煩惱了 開始要求另一件事了 讚完你了 回去才跟你聊天 我是這個咖啡貓 哈哈哈哈 是啊 好 那來啦 那我們講回來 所以現在都市問題呢 就嚴重的 那我們所以呢 開始會留意一件事呢 現在現代人呢 就是關於血管這件事了 那血管呢 你知道 那血管就是血管 大家通常看不到的 最重要的是 通常我們不留意一些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是不是 感覺不到的 我們經常覺得 我們整個人 肌肉我都摸到 跟著其他的東西 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就不會很留意它 所以變成我們就在裡面 產生了很多問題出來 那譬如說一件事 是啊 大家不知道 就是血管有年齡的 是啊 我們人是有年齡的 其實原來在醫學上 血管都有年齡的 什麼來的 我這麼大 他就這麼大 這個不是真的問題來的 原來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就是等於兩件事 一個新陳代謝率 和血管 其實是不跟你的人的年紀的 譬如說 我40歲 我的血管年齡 就未必是40歲的 如果你年輕的 他就恭喜你 但是你老的他 就不是好事 新陳代謝率也是 我明明40歲 我的代謝率是多少 他不一定等於40歲的 可能是60歲的 因為減重減得多 越是用得差的方法 其實代謝率已經拉到很低了 是啊 所以我常常說 越試得多東西 其實你就越差了 所以很多朋友 我有時見一些朋友 來做評估的時候 都說 我又試過這些 我又試過這些 我真的不恭喜你了 其實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經常沒有去留意什麼 它不是一件玩具 不是任我們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不知道 我相信大家都是想去改變自己的 不過有時改變的方法 不對的時候 結果搞坏了它 所以來了 血管都一樣 如果我們不去注意它 不保養它 其實日久失修 就慢慢老化了 我看過一個政府做過一個 好像那些調查 它又發現香港人 大部分的血管年齡 都是比它實際年齡 老化了10歲 就是差了很多 明明你40歲 其實你的血管像50歲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差呢 其實不是我們 好像說 血管和你一樣 其實我們因為這個飲食 令到那些血管開始變差 舉例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是很喜歡吃甜的嗎 是啊 是啊 甜的東西 原來那些糖分呢 如果黏在那個血管 就是高糖分 黏在整個血管裡面 它會浸住那條血管 我們看過有一次的一個片集 就是你把那條肌肉 就是那條骨 那條筋 放在一個糖水裡面 就是一個焗爐裡面 大概37度 就是人生的 就是我們的體溫 放兩天 整條那條筋就縮了 變了色 就是原來這麼高糖的時候 在身體的溫度裡面 其實會糖化了一些東西 那麼我們會糖化了很多的 血管壁細胞 那麼血管壁細胞 就開始硬化了 開始就出問題了 就是這個就是老化了 那麼其實另外一件事呢 我們又黏住那些膽固醇 黏住那些 癢化了的膽固醇 那麼就黏住很多雜質 那些血管就一路一路差了 那麼所以這些血管壁的細胞 就開始老化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現代人很少留意 那麼可以一個很簡單的 我看過一個有一次的 就是那些片集就說 其實你可以簡單地去試一下自己 你就知道血管的年齡大概差到幾 就是大概是和你的實際年齡有沒有分別的 就是自己可以試一下做一下的 就是你站在那裡的時候 然後就彎下腰 看看你的手可不可以碰到腳趾了 是吧 有些人呢 越年輕的時候就越碰到的 其實這個跟跟有關係的 不過呢 都直接可以做一個對比的 如果你跟骨不好的時候 其實血管年齡都不會好的 那麼所以你看 如果你彎身的時候 你年輕的時候 應該就整隻手掌可以摸到地下的 嗯 不行了不行了 對啦 聚著年紀大呢 到三十零四十歲呢 就碰到腳趾 好了 到五十零歲呢 就是剛剛膝頭哥對落 大概一半的腳徑那裡 到六十七十呢 就膝頭哥位而已 你一彎身就只有膝頭哥 你可以回去試一下自己 現在你沒有做任何 拉筋鬆筋的時候呢 一彎身的時候呢 你大概可以去到哪個位置呢 就反映你的血管年齡了 那你六七十歲的時候 你彎腰大概碰到膝頭哥都正常 你六七十歲 那你的血管都是六七十歲左右 但是如果你發現自己三十歲左右 已經彎的時候 竟然是膝頭哥剛剛到的時候 就真的不太恭喜你了 肯定你的血管年齡呢 都開始老化緊了 這件事就開始我們要去留意了 血管年齡呢 對我們的人生來說很重要的 因為血管差 剛才說的健康問題出來 心肌梗塞啊中風啊 那些高血壓啊 所有東西都在這裏牽然出來 因為它不只是血管 其實就是告訴你 你的飲食 基本上就會製造了這種現象出現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個提示 我們怎樣去保護血管呢 還有怎樣去改善這件事呢 今天就會學一件很新的知識 我相信是很多朋友都沒有理解過這件事的 所以我們嘗試一下在這裏 給大家多些資料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很重要的知識來的 就是好像上一集我們講過 如由大家應該知道了 哇 原來很有用的 蓋片啊我們知道 原來對我們人生很重要的 那我們就開始多了這些知識 這些知識都比較的 普羅大眾都會接觸到的 但是今天我們講的這個題目呢 是關於一個新的學名 可能很多朋友沒有聽過的 叫做一氧化碳這個問題 可能大家沒有聽過一氧化碳就知道了 就是那些自殺的人就會用的 一氧化碳就有毒體 汽車噴出來的廢氣那些 或者叫什麽呢 叫什麽 一忌黃薪我可能知道 好了 來吧 這件事我們會慢慢後面再講的 那還沒開始講解這件事之前呢 我們先講少少這些歷史先 那大家先聽一下那些故事先 其實呢 怎麽樣 因為這個 剛才說的 為什麽呢 這件事是幫助我們解決心血管問題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來的 因爲現在都是多的 我經常都聽到很多朋友 要通波仔 我們有時說笑 以前排隊賣樓 就是拿個醜 跟著就排隊買iPhone 拿個醜 就看這個什麽 通波仔 因爲通波仔的情況都很常見 但是原來排期很久的 排整個月 個月在政府院 是的 要你去私家就快很多 就跟你搞 但是貴很多 一定的 是的 我們有時笑 你這個醜排多少 14700 那我這個醜380 我先炒給你 10萬 那大家炒醜 OK 回來了講回血管 那講到血管之前呢 我們先認識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什麽呢 其實呢 這件事呢 是由這個故事開始的 所以爲什麽我們又開始 這裏講一下 歷史 那其實是1847年 有個科學家 就叫做 我們叫 哦 中文忘記了什麽 布羅 書 哎 忘記了它的名字 好了 他就發現了這種化口 物質叫做 燒酸金油 哇 這種物質很厲害 燒酸金油 是的 物質叫做燒發金油 其實呢 是很高度爆炸性的一種化學物質來的 於是乎就出現了炸藥這個第一個觀念在這裏了 那這件事呢 就1947年的時候 是一個法國科學家 跟著呢 去到1866年的時候呢 就另外一個發明家呢 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 叫做諾貝爾 就是了 他就把這件事呢 加到一些叫做 藉肚子裏面呢 就控制著它 讓它不要那麽容易 自己隨時爆炸 那就是 在你引點它的時候才爆炸的 那所以他就拿了 他拿了專利 就發了達 那於是他就知道呢 炸藥呢 幫人也都害人 那所以他就成立了這個 諾貝爾獎金 就鼓勵大家 多些發明一些好東西 去幫助人類 好了 那這個 為什麽要說燒酸金油 這件事出來呢 那這明明是炸藥啊 但是呢 又不知為什麽呢 有一個醫學的人呢 就把這個燒酸金油呢 稀釋了它 就是給一些 突然間有心搞痛的人呢 就去用啊 一用呢 他血管就放鬆啊 跟著就沒事啊 哦 好神奇 這個人都不知為什麽 他在亂打五臟裏面呢 用了這個燒化金油之後呢 就可以有這樣的神奇效果 所以有時候大家現在都聽過 這叫做離底軟啊 其實就是燒化金油 那跟著呢就令到他 可以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就舒緩了 那這件事呢 就一直 當時的人呢 完全不知為什麽 不過就用了它就可以了 那 也都得意是什麽呢 當時的這個 諾貝爾這個人呢 他自己都有心搞痛這個問題 但是呢 那些醫護人員跟他說 不如你試一下用這個燒酸金油啊 你都知道啊 你自己發現它 接著還將它製成炸藥 你試一下用它來幫你自己啊 但是他怎麽都不肯用 不肯用 接著呢 最後來就是這個心搞痛呢 就不在這了 那所以很特別啊 他明明知道這件事 但是他自己不相信 他會有這樣的神奇效果啊 那這個就是燒酸金油的起步了 就是這個離底軟 那一路以來呢 大家都沒有辦法明白 為什麽燒酸金油會對心搞痛這件事呢 就是血管這件事呢 有幫助的 一路都沒有辦法知道 那直到去到後期了 就出現了一個故事呢 才解決了這個所有人的問題 那這件事呢 可以 我有些時間可以講完 今天好像只有我可以講話 是啊 這個心的問題 那大家沒有辦法去接觸 一口水先 好啊 那其實呢 那你們沒有人講話嗎 嗯 沒有太多資料了 我現在幫你檢查了 這個呢 是這個1847年呢 由這個都林大學的法學家 叫做這個索布雷諾的 是 索布雷諾 麻煩你了 哇 真是資料實存了 想不到現代的科學真是厲害 是 好 來啦 那我們先講完 那一路都沒有辦法去研究到這件事的 那直到去大概19 我想五、六年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呢 就開始很多人去研究這件事了 研究什麽呢 是啊 為什麽 那些當時的人就想 為什麽一個人呢 就是心血管呢 為什麽會在病發的時間 為什麽會在夜晚 他們統計收入數字 多數都會在夜晚發生的 其實夜晚是睡覺最舒服的時間 對吧 有人又不受眼力放鬆了 為什麽會是夜晚最高心臟病率發現的呢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是啊 為什麽呢 是啊 很危險啊 為什麽呢 睡不睡覺好呢 一睡可能就不用起床了 所以大家會很緊張 所以這件事開始引起了一些科學家的一個注意 就開始去截底研究了 於是乎呢 在這個時間很多科學家研究這件事 終於有一個科學家發現了這件事 咦 人的身體裏面呢 有一種氣體產生出來的 是啊 就叫做一氧化淡了 嘩 一氧化淡是身體自己產生出來的 為什麽會產生這件事出來呢 那一路去研究了 那也都解釋了 原來硝酸金油入到我們的身體 經過那些酵素 它就會變成了 產生了一些叫做一氧化淡 原來是剛才講的硝酸金油 為什麽會幫到生育管 原來是產生一氧化淡 那它也都發現了 身體自己會做這一氧化淡出來 那所以他們就展開研究 究竟一氧化淡用來做什麽呢 有什麽幫助呢 那就帶起了 原來發現 血管壁裏面的內層細胞 是自己會生產一件事叫做一氧化淡出來 它會令到血管放鬆 哦 接著就會令到血液走到 所以呢 於是這個人就在1988年的時候 被提名拿諾貝爾獎了 因為這個醫學獎很重要的一個發現來的 1988年提名 但是什麽時候拿獎呢 1998年等了10年了 嘩 還在這裏 原來諾貝爾獎不是你那麽簡單 是啊 嘩 幾多人挑戰你 他說有7萬份的文獻實驗 去印證他們說這件事是否正確 那麽多長達10年的時間 所有人都認為他的理論正確 於是他就頒了一個諾貝爾獎給他 因為他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現 知道了怎樣去防止心血管問題 解決了很多我們現在日常常很多人出現的一件事 這件事就叫做一氧化淡這件事了 給了一個獎給他 於是這個專家就會做這件事了 其實他的論文呢 就給另外一間很出名的藥廠 拿去做了一件事 做了一件事 世界知名的事出來 可能有很多朋友試過的了 不是開玩笑的 他說什麽呢 他們發現了那些心臟病人 男人都吃完之後呢 就會有30分鐘的奇妙時間了 哈哈哈哈 是的 本來不是多 不是能夠多 就是他們叫什麽 功能不是多好的人 突然間有30分鐘 非常好的時間 於是乎就是世界問題 就變成一個大生意了 是的 那時候叫做輝瑞的藥廠 做了一些事出來 然後就專利了 哇很厲害 賣了很多 於是乎世界知名 但是這個博士呢 他拿了獎之後呢 他就覺得 如果我長指下去 其實都是多謝心臟病藥 對世界有什麽幫助呢 大家有時心不舒服 不一定要去看醫生 所以希望呢 就可以在日常的食用裏面 可以提升到這件事 那這個呢 待會我就會跟大家解釋 怎麽樣可以做到這個 一氧化淡這件事呢 那它的產品一出了之後呢 就幫助了很多人 那待會我們會詳細解釋 即今天會比較少少 又是專業了些 但是希望這件事呢 對現在現代人來說 因為很多人都有心管問題 突然間可能又發現家人 通波仔 那除了醫學上呢 其實還有什麽 還有什麽可以幫助大家呢 你知道 凡是這些時候 都比較緊張敏感 因為都幾有危險性 所以我們希望 今天的資料會幫到大家了 那我們在下一節就開始介紹 這件事的功效 還有怎麽去爭取 如果在食物上又怎麽用到它呢 那就詳細的會談談 那轉眼睛呢 20分鐘又飛快地過了 那大貓大師 又是如常地高速講話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講話 又在那裏變了學生仔 OK好 那我們第一節時間呢 就完啦 那如果大家聽著是YouTube的聽眾的話呢 就快點加入我們商助一台 成為正式會員 就可以聽到大貓大師 還有招財貓所有精彩的資料 OK 我們暫時說再見 好 拜拜 拜拜